Nanakuza Nichika 自從踏上名為Wing的表演台 她拿不曾尖斷的舞步 让玩家看见一段至今仍在持续 百感焦急而刻骨铭心的偶像之路 藉由信仰而肩负重量的前进 在2022年的年末 Nichika迎来了每位偶像都必须重新面对自身课题的挂主线 如果要有行动Nichika再挂的经历 那无疑是抵达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转捩点 剧情的启程转合 不仅细腻地把将近两年的角色曲线 画上了截图成一个饱满的圆 而剧本家选择用来撰写文本的手法 更是闪耀色彩之中鲜少使用 却因此将Nichika的心境表现得栩栩如生 如同一篇活生生的惊悚恐怖故事 大家好,我是Skim 欢迎来到可说是频道的年末的压轴 相信点开这支影片的你 或多或少对Nichika的挂感到好奇 又或者老早自行阅读过 有满腔的感想想一笔道尽 利用这篇影片的篇幅 我会去讲述Nichika在挂发生的事 以及连接到其他卡片故事的情节 其中也不乏我对这些经过的想法和揣测 以及为何会这样命题这支影片的标题 今年即将迈向倒数 结束前和我走一趟这个女孩子的心路历程吧 家的存在对很多人来说是获得庇护的避风港 然而维持容纳自己的生活空间运作正常 是七小家两姐妹必不可免的课题 禁食是延续生命基本中的基本 Nichika对这项需求的解决办法 是时不时得亲自张罗 采买 烹饪 到上桌 如果没见识过她在偶像生活方面的作品 绝大多数的人恐怕只会认为Nichika是随处可见的女孩子 事实上Nichika度过的生活 必须依靠节俭才能继续过日子 日常就像一张定期收走最低筹码的赌桌 而Nichika则身为一位资本单薄的普通赌客 只有不放弃下注这个选项 没有根据去等待庄家 有一天会大发慈悲斯的分发筹码 好比在Nichika的第一张PSSR Makurova Muzaki 结尾两人来到Wing的优胜之后 Nichika把耳机分给自尊的那片公园 此时Nichika说出她努力想要在业界抬头的一大动力 就是要赚到足够的钱 搭建一处可以重新容纳一家人的住所 当时的发言并非是时纳旧文的自信 而是在这个女孩子的认知中 最有机会以自己想要的方式 去达成愿望的孤注一职 回到挂的剧情 这里有画面穿插的制作人陪她去超市 仔细比较怎么购买日用品最划算的回忆 最早在PSSR 就有出现这样的经过 16岁之后已经做得到不足给家庭主妇的精打细算 不禁令人好奇Nichika在多大的时候 为了生活就开始学习这些活下去的诀窍 只不过如同自尊为此称赞Nichika后所得到的回应 这个女孩子对于自己因为勤俭持家而被夸赞的看法 似乎相当不以为然 从随后Nichika看到电视节目 专访退休艺能人之后很快就关掉了反应来看 困苦以至于不得不学会如何尽可能减少负担 因此获得的赞许根本不是她想要的 听见被访问者谈问到现在的生活依靠自根自消 用节约所累积的资本在过日子而感到幸福时 Nichika注意的则是一个表演工作者的立场 不再演出意味着只不过是形同死亡的被人淡忘 事到如今舍弃偶像这个身份对Nichika而言 不只代表变回美心口中放弃梦想的一般人 实质上也等同于提前宣判 本来就有如逆流前进的人生 会马上遭受更多的阻力 确实对于已经达成某些成就 或者在一个领域打滚多年而心生厌倦的人来说 退出自然是轻松的解脱 但是对还在奋力追求目标的人而终 这种形式的游刃有余 听起来不也理所当然的刺耳吗 卫生汤准备好了 白饭也快煮好的时间点 Nichika交换Hatsuki差不多可以用餐 就会发现姐姐还没下班 情绪先是以为什么不事先说的抱怨 转移到自己演出的综艺节目即将会迎来的来宾 以咖鲁嘎鲁嘎鲁嘎 美琴的前搭档 Nichika和他私下碰面后 本以为无需担心卢卡来夺回美琴 却在某次的摄影休息时间当头棒喝 得知很快就会在节目上跟对方碰面 这是今年续子的活动剧情 Monolaru Dialogues 最后留下两人即将正面冲突的伏笔 只不过彼此的再度碰面尚未开始 卢卡所能造成的影响 即将令Nichika的挂成为鬼影床床的恐怖故事 这组训练是Nichika生活的一部分 则是否起源自美琴的耳濡目染 我们并不得而知 可是Nichika对于自我磨练的执着和态度 倒是可以笃定影响甚远 那双把性恋式替她的作响 样式似乎有些突兀的高跟鞋 其实正是Nichika第一套特训服里面的标配 她连练鞋的时候都会穿上 这倒是第一次出现的情报 至于成效如何 旁人给出了表达暧昧但评价明显的答案 瞧见Nichika那身练习的装扮 负责训练她的舞蹈老师搭话 劝说放弃使用这个方法 依据汉制作人联络的方式来看 这位舞蹈老师应该负责Nichika的训练很长一段时间了 换言之极有可能是问个第四季的时候 汉制作人在电话中谈论Nichika 并有共识认为Nichika具备五道才能的那位训练员 也能够判断她对Nichika不适合这种形式的训练 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据经验的判断 暂时休息一下吧 训练员简短的结论 刺动了Nichika神经敏感的地带 她还记得最近有人说了一样的话 自己的反应却不如此时的语设 面对自作人同样的建议 Nichika焦躁又愤怒的激烈反弹 话中带此的抱怨惊或含血喷人 却也衬托出了Nichika对于休息 这样等同于自我放弃的讯息万分抗拒 自嘲自尊觉得她就该这样被业界遗忘后 观上门用力的程度不言而喻了Nichika当时的不满 她认为自作人什么都不懂 她相信继续练习才是症结 殊不知自己来到练习室之后 熟悉Nichika状况的指导员给出了一样的建言 过去在PSSR游如横の窓は乱乱ないで 首次接入Nichika在单独训练的状况下 总是不自觉会陷入失控的焦躁之中 剧本没有告诉我们实际的原因为何 则是聚焦在自作人就算遭受迁怒 也不厌其烦地以Nichika的立场设身处地 说来讽刺 她和Luca之间彼此是多么不想画上等号 但情绪失控两人面对各自工作的负责人时 发泄的行为模式却默契般的如出一策 此外Nichika对于自作人方针的反弹 包含从感谢记就开始 时不时吐露不满的综艺节目工作 尽管Nichika在这个工作上如鱼得水 就算Nichika真的不讨厌和自己搭档的搞笑艺人 却也因为自卑和身为偶像的某种偏执 让她咬定身为偶像的自己 受到很多综艺节目的邀请 是因为自己的表演不如美琴 所以个人工作只有这种被嘲笑的工作类型 回顾当时在感谢记 以及活动剧情《Mononaru Daiya Lux》的时候 负责和Nichika一搭一唱的搞笑艺人 对她在节目上的配合赞不绝口 甚至认定是能够长期合作的搭档 Nichika确实具备了这方面的天赋 但由于自身的执着 对本来能够做得好的事气如必喜 倘若Nichika的舞蹈实力会因为磨练不顺遂而哭泣 那这份能够在综艺节目上一盏长彩 却始终不被Nichika放在眼里才干 想必也会被主人一再嫌弃 心里时常下起胖陀大雨吧 Nichika在这之后还会听见别人婉转地说 穿上高跟鞋训练她看起来很辛苦 那时在不打算听从自尊和训练员的话 又暂时没有偶像工作的期间 训练室依旧被踢她的达达作响 归例的结派之中 不时掺杂了Nichika折舌的闷横声 管理员走了进来 通知使用的时间即将结束 同时不忘提到Nichika上将自主训练 印象中是件久违的事 从对方口中得知最近工作行程减少之后 管理员安慰式地提到如果能够借机喘口气 也是一次挺好的休息 穿着高跟鞋练习 真的是太过严苛了 既然暂时没有演出需要 这组训练也跟着放假就好了 管理员临走前的这句话动摇了Nichika 先前被熟悉她的身边人提点时 还能肯定他们的建议是不对的 又或者说是自己不想要的 所以Nichika义无反顾地再次展开练习 但是当她轮到被没有实际来往的人 都能轻易以同样的观点去点破 任何人眼中此时此刻的Nichika 恐怕老早无力掩饰疲惫不堪的身心了 身体层面的辛劳源自于自主训练时 穿上高跟鞋造成脚的负担 心理层面的耗损 则跟被遗忘的恐惧息息相关 Nichika不断逼迫自己踏出脚步 因为停下来在这个女孩子的认知里 并非喘口气而获得再次前见力量 就只是无能为力的看着拥有的一切 眼睁睁从她的生命中流失 失去表演的舞台 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先是有彩入灰 逐渐连景存的轮廓最后都烟消云散 一位表演工作者的坟墓 不正是莫过于此吗 站在Nichika的立场 偶像业界的立足之地分崩离析 也意味着跟好不容易找到相处方式的美琴 彼此之间的距离又会开始拉开 还有最糟糕的情况 路卡会借机夺回曾经属于她的搭档 归还口红的见面 Nichika从路卡的偏激态度 一度咬定对方不再对美琴感到兴趣而松了口气 然而路卡即将和她同台演出综艺节目的消息 根深蒂固的恶化着Nichika的敏感神经 这段剧情在塑造氛围的手法上 利用画面中无意紧然后反复乍现了路卡身影 让Nichika离开训练室的路程 呈现出有如逃亡一般的压迫感 不管逃得多远多快 一旦转身就会发现我一派轻松地注视着你 扶上水面的第一个角色课题 随着惊悚故事的表现方式揭露在玩家面前 Nichika毫无自信能和路卡在业界的舞台上对峙 但是导致根本没有对策她 即使持续徒劳甚至有害的训练 依旧坚信自己走在一条可行的救赎之路 信仰近乎癫狂 区别两者的只不过是一面波如纸张似的有害与否 曾经对Yakumo Nami的向往 是否为诅咒的讨论空间确实有待商榷 而欣欣念念王美琴头却崇拜 严格说起来不该被归咎为束缚Nichika的主因 然而Nichika用个人片面的解读 后来尝试模仿两人的魅力与成功 也从来没有正视那双闪耀剔透的玻璃高跟鞋 存在不合脚反倒成为脚疗的可能 导致硬是穿上之后尽管光是踏步都觉得疼痛 却一直秉持血足侍履是她的义务 觉得双脚因为不适合发出的疼痛并非警讯 事到如今Nichika都已经快被恐惧跟压力逼得喘不过气 状况严重到路卡的幻影挥之不去地纠缠自己 而她若不是碍于宣传师非个人所有 才不会放弃继续用穿上高跟鞋练武的方式打磨自己 就算只是反复遭受痛苦的循环 权威那是现在唯一能清楚感受到的事物 她才会紧抓而不愿放手 当失去成为一个人生命中的常态时 恐怕就连接近有害的存在 都会将其自我催眠成至少我还拥有的确信 莲na 无准 痛 痛 終わって 忘れられる 来な 終わ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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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れ 寸前の奴に 無いですよ 終わ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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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来的挂的初赛邀请 自尊口头上让妮奇卡暂时放下工作 另一方面也没有对妮奇卡的事带呼指手 事实上接到来自挂的初赛邀请之后 联络不上妮奇卡的制作人 逐一搜索着她认知中对方可能出现的地点 终于找到妮奇卡的时候 碰巧也是继问个优胜之后 两人久违的回到当时触悉长谈的公园 不会重蹈亚克姆纳米的复册 妮奇卡会变得幸福 这是制作人过去许下的承诺 也是男人一直努力不懈的理由 为此她挑选了一位足以成为导师的搭档 考量到妮奇卡向往的是舞台实力精湛的偶像 替她安排了不少接触专业舞者 甚至是一同练习的机会 只不过如同OOCount、NOCount记录的 成效全都不如预期 随着2021年活动剧前的谢幕 往后记载制作人和妮奇卡的皮卡故事 一定会琢磨于闪耀P摸索 什么是妮奇卡真正能够受益的方法 在角色前谈举例过的部分姑且不提 在后来追加了PSSR YOUKONO MADO WA NUNA NAI DE 以及近期才公开的PSSR NAKEO SENTAGKI 后者是加深描述妮奇卡在生活所事 长期接受闪耀P的帮忙之下 固执逐渐软化的一面 前者挑选了妮奇卡陷入负面情绪的情境 透过自尊释出好意却屡次碰壁的展开 将两人在相处上由于看待彼此的差异 以至于充满单方面碰撞的窘境呈现出来 独自训练中的妮奇卡无疑是焦躁的 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控制不住的多少迁怒闪耀P 但是闪耀P向来没有反感或抗拒 让妮奇卡释放情绪 也不忘记准备这个女孩子需要的协助 被对方烦闷得已无法专心为理由 展出训练室之后 守在外头直到亲口 询问妮奇卡需不需要送她回家 有很多事情我是无法替你做的 所以我想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帮忙 制作人当时的话语 将她希望妮奇卡变得更好的心意表露无遗 而事实上这样旁人对妮奇卡投去的关心 也是挂第三章主要的内容 舞蹈训练员是仅次于制作人 在偶像生涯陪伴妮奇卡最久的人 他为伪道来对妮奇卡穿上高跟鞋训练的看法 先前因为练习时的神态 认为这种形式的磨练躺若只是短期的尝试闹无所谓 但长久下来身心都会受伤 制作人隐身训练员的话 推称妮奇卡执着用这个方式练习的一大因素 十字八九和借由辛苦以至于疼痛的过程 会令自己产生得到反馈 多少增加安慰之后的错觉有关 妮奇卡确实努力不懈 对于自主训练的积极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一旦以四倍功半的形式去燃烧动力 换来成果也象征可观的浪费 依照经验和专业 两人本该果断的制止妮奇卡 如今却因为这个女孩子莫名的坚持 反倒令他们产生了些许的迟疑 没有人想剥夺妮奇卡选择表现或磨练方式的自由 不过每当他一出现容易弄伤自己 或是明显绕了远路的场合 伸出援手的规劝 只会让妮奇卡反弹而挣扎了更痛的模样 劝退旁人想加以干涉的念头 无道训练员为此对挂后续的指导方针 怀抱着相当程度的迷惘 若无其次的希望训练员以短期表演为目标去排定课程 类似的形式其实弥漫着制作人的思绪 妮奇卡稍早在挂的其中选拔胜出了 这不是件简单的事 同理可以视为对他一次公正的肯定 然而赛后妮奇卡仿佛撞鬼似的 虽练者根本不够 这样下去一切准备夺走 那丝毫没有喜悦的情绪和反应 让蜘蛛人察觉到发生在妮奇卡身上的异样 存在着来自于外在因素的可能性 那个蜘蛛人第一次见到本尊 是他前来和美琴搭话 很快就闹得不欢而散的场合 在业界坐拥一席之地 被追随的粉丝拱上神明大人的宝座 美琴来到2830事务所之前就和他拆伙 说是这样对方比较好 蜘蛛人当时没有追问下去 但也没有料到会以这种形式再次接触这个名字 前去圈人妮奇卡自主训练的路上 自尊回想起之前拜访综艺节目导播打听的事 虽然卢卡以形象来说 乍看之下和他们这种伯君一笑的节目有所出入 实际上洽谈之后 发现卢卡虽然不会顾及人情事故去和别人相处 却也因为足以被称为独特世界观的人格特质 使他出演的急速引起很大的回响 加上卢卡并不排斥这类型的录影工作 剧组自然地就将其视为可以长期合作下去的来宾 事前看过节目的制作人也清楚这点 对于卢卡辛辣而节目效果十足的用字显示纯有印象 说得更清楚点 是和制作人印象中 妮奇卡在节目上的风格很像 妮奇卡害怕和卢卡上同个节目 自然现在状态被拿来比较的话根本赢不了 再不快拿出能够说服自己的实力 就无法阻止属于她的一切会从位置开始被夺走 所以妮奇卡才变得特别焦躁不安 纵观序子结成之后 妮奇卡谈不上就此没有烦恼或找到明确的自我期许 但她依然藉由在2834所的身份 偶尔遇见菩萨的幸福 眉情虽说笨拙 却没有心机又真切的为人 总是能让妮奇卡感受到好意的时候 快乐的笑出来 与制作人的相处即使谈不上完全融洽 两人也不乏真正交信的时刻 更随着职业过程慢慢的理解彼此 而她渴求那具有强度的舞台表演 确实在感谢界最后不幸滑铁卢 那也无法动摇序子其他的歌曲和舞蹈 给他们赢得实力派组合的评价 尽管描写剧情的视角放在妮奇卡身上 使得玩家在阅读她的故事时 负面的个人情绪会被放大的相对鲜明 一旦换个角度仔细审视妮奇卡身边的人事物 犹豫所以也不至于和绝望挂钩 另外我认为制作人之所以没有强行 纠正妮奇卡的情绪管理 很可能也是基于了解妮奇卡的情绪 跳动幅度虽然很大 其实一个人消化的速度也很快 否则每次训练的时候都陷入那种程度的焦虑敏感 又不能迅速调试过来的话早就出事了 所以绝大多数的状况下 优先选择对应的方法是给予空间 而不是靠近陪伴 假设这个理论成立 那制作人判断挂其中选拔胜出 也根本笑不出来的妮奇卡 需要有一些平时的强行介入 就是取决于情绪消化的快慢去看出端倪 打开练习室的门之后 看见停下动作的妮奇卡 披头而来的自己才不是在休息 这样我没办法专心 所以请出去 直接武士的制作人 要妮奇卡脱下脚上的高跟鞋 并且不只是在练武士 接下来也要以打赤脚的模样 站上挂着决胜舞台 准备 空调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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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練習中,所以我沒有聲音,就很嬉しい 我沒有証明,我沒有証明,我沒有証明 我已經穿了,所以我可以出發出嗎? 我沒有証明 我沒有証明 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现在拿着的 我只能吃饱了一本的纯レギュラー一本 目立てなかったら終わるステージ一つ 一つですよね 我只能做得到的 我只能做得到一本 我只能做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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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イドルなんですよ 自分アイドルのプロデューサーじゃないんです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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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 好 好 好 怖 咋り下個 那? 何がです!? 何なんですか勝手に! 吹奏 我认识我 我认识我认识我一切识我一切识我 一朵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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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這樣 光着脚上台 然后落败 这座人的指示就如同字面上的清楚 不存在所谓拐弯末脚或言下之意 那样的后果对妮奇卡代表着什么 这座人无非是明白的 那些忍受疼痛也不惜穿上高跟鞋磨练的日子 白费了 惧怕也被班纠夺走一切 而紧紧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莓了 成为偶像经历了605天的妮奇卡 在挂决赛这种高强度的选拔迫在眉睫的时候 到头来重蹈了当时的Wing第四季的复彻 必须抛下理想中的一面 让众人审视现有而原本的自己 然而这就是妮奇卡需要的 才是每一位被这个女孩子吸引目光的人 想要看到她展露出来的 自从妮奇卡因为亚克文娜米的影响 寻寻觅觅开始如何展开她的传说 兼顾现实也要咬紧牙关却累积的经验和实力 犹如亲手对其让自己占得更高的一专一瓦 这无疑是付出与收获的理想 但人生从来不是只有公平对等的交易 当妮奇卡尝到尽全力也无法再往上爬的苦涩时 一厢情愿的更加勤奋 又或者转而依靠短暂却不实际的方法 装载付出的秤盘就渐渐倾斜 等到妮奇卡感受到无力的时候 天秤老早倾斜到自己修正不怀的地步 即便如此恶化也是没有停止 只要信仰还在往有害的方向加深 妮奇卡越是奋力敲打付出的铁毡 注定只能在每次确认成果的时候 恨铁不成钢之后再次回到焦虑的循环 挂了期间穿上高跟鞋自主训练 整间训练师必亚的五步踢她的作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妮奇卡喊出了节拍里面 被痛楚打断的次数越来越明显 如果自我锻炼是以爬梯的形式判定做高塔 她穿上高跟鞋所踏出的训练五步 就有如自刃跨大步伐的加速 实际上有效片刻之后 仍然逃不开地步重新的疲乏 持续加大力度的末路 就会连作为立足点的阶梯都被踩碎 至此坠落地面 制作人遇见了那样的未来 进一步猜测妮奇卡在绝望自己的时候 会打算用彻底破灭的参赛结果替一切画下句点 以最不想被嘲笑的方式失败 失去朱姆而就此被遗忘 这是制作人唯一不能接受的 她宁可反常地干涉妮奇卡 要她违背常理光的脚上台表演 还进一步说出就是要对方在捲拔中落败 这样的落败不会终结任何事 让我证明给你看 几分钟前制作人和妮奇卡询问 坚持这个练习方法 想在舞台上赢得目光的理由是什么 妮奇卡觉得制作人疯了 作为一个偶像 这本来就是她该争取的 天底下岂有不想要借由别人的掌声 来获得肯定的偶像 被质疑到底有没有身为偶像制作人的自觉 想要P否定了 表示自己是妮奇卡的制作人 所以她才事先准备了处理伤口的医疗用品 即使妮奇卡一时间愤怒地不让她脱下高跟鞋 制作人也只是冷静地说会拜托别人代为包扎 就算偶像制作人的工作内容 不包含照顾个人生活起居 但想要P从不推辞倒垃圾和陪桶采买等等的家事 希望借此减轻妮奇卡的负担 纵使这个女孩子从来没有坦言过 搭档给予她的回应使自己无所适从 这个男人明白对方抗拒由她介入的情境下调解 所以安排了专门领域的治疗师从中改善 在一切的原点 妮奇卡以欺骗用半批破的手法 让男子妥协负责她的偶像制作 事过境迁的现在 最能替妮奇卡设身处地的 依旧是这个真正没有抵开过她的闪妖P 目搜妮奇卡正式在挂决赛登场的前客 我们得知闪妖P开口要妮奇卡光着脚并且落败的用意 还有一部分是万一真的落败了 期盼妮奇卡会以迁怒的方式 将责任归坐在她身上 虽然无法改变结果 但希望多少转移妮奇卡责备自己的心情 只不过从妮奇卡上台前 不安中仍带有坚决的语气 这个赛前濒临自我毁灭 长久以来为了自卑所困的女孩子 或许真的从某些地方因为闪妖P而改变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 依然参加了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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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部崩壁 後退 在那是某些個性的 是不合的 我不想跟妳一樣 就male我叫妳 很可憐 是不合格的 我只想不成 是不合格的 是不合格的 就是和某回家 對我來說 是不合格的 在比方 是不合格的 寻想慢用 不用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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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問客氣 要不要客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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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掛幽盛之后的日子回归平常 好比一只鸟能够飞得再高再远 总有降落归潮 让羽衣休息的时刻 蜘蛛人带着一个巷子来到Nishika面前 不知是否跟上一次接触箱子的时候 只能用手确认的体验有关 Nishika直觉地感到抗拒 只见制作人要她打开盖子 让Nishika看清楚里面是什么 那细双全新的高跟鞋 品质良好的束带跟便于穿脱 鞋垫的设计和柔软的皮革 会让练习时的负担大为减轻 就连鞋跟的部分都考量过了 外形细小却很坚固 制作人希望Nishika穿上她 陪伴接下来打磨自己的旅程 这趟偶像之路不该是笃性施加痛绝 赎罪式的祈祷降下奇迹的苦行 李当时穿上何事又能保护双脚的鞋 一步一脚运气留下用足迹开拓出的道路 二十年前天井收到被Yakumo Nami 连同偶像身份一起被退回的鞋 崇拜Yakumo Nami的Nishika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 展开了崎岖颠簸了偶像之路 直到被制作人脱下那双不合脚的鞋 崇星正宇不会伤害Nishika 又不会否定她心知所向的支持 纵观Nishika目前为止的心路历程 走到挂的终点 象征意义上也回到心态的起点 她还得重新来过 以洗淀过的姿态面对很多事 但值得庆幸的是 兜兜转转耕耘的人生16年 也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悄悄的开始萌芽了 特别被设定在偶像大师系列启程的这一天出生 我一直认为闪耀色彩想借由撰写Nanakuza Nishika的故事 以信仰和崇拜能够造成的影响为切入点 探讨今时今日的偶像 所能象征的意义和价值 尤其是在偶像化蔓延到其他娱乐业界 因为形象经营和商业政策 而逐渐模糊辨识度的时代 譬如身为偶像却长期出演综艺节目 以及所谓的实力派意味着除了表演之外就没有卖点 很多发生在Nishika身上 被自己或他人审视这是否与职业偶像匹配的情节 事实上都是以不同立场的论点 各自深论呈现于众人面前获得肯定的自我 究竟是同温成效应还是毋庸置疑 终于节目摄影中谈笑丰盛的Nishika 舞台上和美金一同静歌飙舞的Nishika 两者皆有受众群 但是Nishika这个当事人 并非一致的笑纳两边给予的掌声 这无非是一种成见 一种宁可否定自我也要坚持的成见 这样的成见加均Nishika的自卑恶性循环 最后把他逼成强忍痛苦 也不愿放下唯一认为有用的事物 行尸走漏的重复只存在自我毁灭的轮回 近期深忧降板平穿 很多舆论把矛头一致的指向偶像化 认为是贪婪的经纪公司和企业 无所不用其极想从没有经历的新人深忧身上 压装了任何异地的利润之后就一脚踹开 却嫌少有人愿意承认 偶像化的市场利益真的相当可观 可观到很多生优之所以愿意尝试 是因为就统计来看 这样确实可以在业界分到至少虎口饭吃的位置 也忽略了纯粹以配音工作为的供需早已过饱和 而偶像化之所以行之有年并还会继续 也只是证明资本主义下的社会 不可掏钱买单的程度 证明了这一套商业手法的可行 曾药兽我认为偶像化最大的弊病 是超出附和的工作安排 还有某些公司就能要求生优的形象 都必须与职业偶像雷同 包含上节目和SNS等等的言行举止 都成为方便包装买卖偶像化的途径 延伸出诸如此类在人格表现上的束缚 以现代的娱乐环境来看 不可思议的诡异 为什么要特别空出篇幅谈论这个 是因为我在妮奇卡的身上 看到了摩世神仕的自我束缚 对美琴的憧憬 让她很多时候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 对偶像工作的刻板印象 让她即使做得很好也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甚至是坚信偶像必须展现完美的自己在众人面前 因而每次不如预期的时候 让挫折群的自卑感渲染到情绪被忧郁占领 不少闪耀色彩的玩家 也是为此把妮奇卡的故事定调成郁郁不得知的悲歌 然而即便如此 我仍然对她抱持乐观 也坚持妮奇卡的角色魅力 从来就不是以悲催和绝望去否定偶像的存在 电脑和固执时常逆人伤脑筋 心里敏感的地方也常让人摸不着头绪 有时还会讲话带次的赶走靠近的人 是的 妮奇卡有藏不住的缺点 但是身而为人谁不是呢 何况妮奇卡的优点 就和这些缺点一样无法被否定 追逐成为偶像的梦想 她也没有为此开脱身为家的一份子 共同扛起家计的责任 参加重运节目不是她的初衷 可是一旦录影的时候 妮奇卡还是负责地达到节目要求的效果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那位和妮奇卡搭档的搞笑艺人 在妮奇卡没来的某次摄影 那名搞笑艺人收到了来自妮奇卡的慰绕品 这让她很是惊喜 本以为台上台下都嘴巴不软了妮奇卡 可能真的只当自己是工作方面的过客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那名搞笑艺人看得出真的很高兴 有趣的是在挂的结尾 妮奇卡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来 害怕会被丢在一旁 没聊到平时和自己搭档的搞笑艺人 主动打了招呼 并在工作人员的说明下 让妮奇卡明白自己并没有被忘记 此时脸上的笑容 是多么自然又真诚 而不论优缺点的面貌 都自然又真诚地表露在玩家面前的妮奇卡 不也正是我们愿意投以关注 希望她变得更好的那位283偶像吗 序子的新歌Fashionable之中 由妮奇卡高音独唱的副歌有这一段 想成为的姿态就是这样的我吧 不是因为完美所以受人崇拜 而是接纳自身并不完美的事实 然后打磨出足以代表自己的耀眼 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世界上可能不存在 可以让任何人都变得受人崇拜的大师及偶像制作人 但只要每个人都愿意拥抱全部的自己 就能和妮奇卡一样 亲手汇号出闪耀鲜明 想侧众人心头的个人色彩 我是SKIMER 真的感谢你看到最后 冲播挂这段险些被自身的缺陷和成见打败 在最关键的时候悬崖勒马 接纳不完美的自我而得救的一波三折 付出终于得到回报 妮奇卡愿意喜欢自己的那天 也许不会太远了 和我聊聊妮奇卡的卦 这或许是我今年最难忘的阅读体验 我们美琴的卦解析影片再见 不得给你 不得不得 不得不得 死なないから